大家好,歡迎來到恭喜發財一個離不開投資理財的頻道 在影片開始之前,喜歡這個頻道的朋友 請幫忙按讚、訂閱加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唷 接下來開始我們今天的個股教室 5分鐘看一檔個股 今天要來介紹奧運題材概念股的公司寶城 股票代號為9904 2021年3月9日 股價收盤為31.1元 股價禁止比PBR0.76 本益比PER20.33 寶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台灣一家以鞋類代工為主要業務的企業 目前其主要代工客戶包括 Nike、Adidas、ASIS、New Balance、Timberland、Solomon等國際品牌 是台灣扣國企業中少數以中台灣為總部的企業 其主要競爭對象為豐泰、玉琦 寶城於1969年創立至今歷史51年 1990年股票上市時間為31年 1979年起 寶城工業開始為 埃迪達代工製造運動鞋 開啟齊味國際品牌代工製鞋的事業版圖 現階段儲轉型為控股公司外 同時跨入醫療休閒產業和電子代工領域 構成以代工事業為中心的集團版圖 2011年8月19日 和潤泰企業集團組成潤城投資控股公司入主南山人壽 公司主要業務為各種運動鞋、皮鞋、塑膠鞋、橡膠鞋、布鞋、塑膠發泡板等 以及棉、人造棉、人造紡織、合成紡織及魂紡等真資製造及銷售 據天下雜誌報導 台灣千大製造業排行榜 保存以營收總額新台幣2306億位居台灣製造業上市公司第18名 鼓勵政策方面連續32年配發鼓勵 近10年來都配發現金鼓勵 以目前股價殖利率計算為4%左右 有些朋友可能覺得殖利率很低 但其實公司很賺錢 只是在配發鼓勵方面較為小氣 近5年來配發率不到50% 公司保留較多的現金區擴展業務 以保存配息狀況來看 比較適合坐價差而不是純股 給大家參考 獲利方面 2020年前三季EPS總和1.36元 跟2019年全年獲利比較整整衰退 但由於新冠肺炎流行 保存被鞋場大簡單 所以造成獲利衰退可以理解 只要未來經濟復甦 相信鞋業的需求也會開始慢慢提升 加上2021年東京奧運 都是對公司業績有加分的作用 但今年保存大砍員工進行瘦身 集團總員工數從去年的35.1萬人 到今年9月底縮減為30.2萬人 等於一口氣財源4.9萬 讓很多人不滿 相對的也讓人聯想員工數 可能跟不上訂單數 所以大舉財源減少支出 這點值得投資人未來觀察公司獲利狀況而定 資產狀況 每股禁止40.77元 現金流量30.5% 基金投資占比26.6%非常多 恭喜發財在這邊帶大家來挖寶 寶城都投資什麼樣的公司 根據2020年Q3財報顯示 寶城擁有兆風金約19萬張 台灣百合600張 智元6000張 大數100張 而其他子公司的部分擁有國外股票與債券和基金 另外子公司4間加起來 趙風金擁有近36.5萬張 加上母公司的股票 趙風金持股來到50萬張 如果趙風以配期1.5塊來計算 股力進賬約7.5億元躺著賺 這也代表公司財力雄厚 值得投資人安心投資 至少不會倒 這也是保存每股進值可以來到40塊 股價現在來看的確委屈 持股分級方面 400張至800張為2.693% 800張至1000張為0.958% 超過1000張為75.24% 三個大戶占比總和來到77% 股權算是都在大戶手上 散戶持股比例10張以下為7.502% 10至50張為6.778% 兩者合起來為14%不算太少 代表還算是許多人買進的標的之一 接下來看看公司股價月限長期走勢 紅色區間為昂貴價 黃色區間為合理價 綠色區間為便宜價 目前股價快來到合理區間接近便宜價 如果以技術現行來看還算便宜 只要公司獲利不要持續衰退 股價相對都會維持在合理區間 投資朋友需要持續觀察未來EPS獲利與今年配息 總結來說寶城算是一檔配發穩定現金股利的股票 但以股票殖利率來看都不算太高 加上去年疫情關係 獲利整體大幅衰退 以及公司大財源無薪價的負面新聞很多 都是對股價相對不利 但如果以公司鏡子來看 目前股價還有些差距 加上公司背後擁有很多上市櫃公司的股票 在財務方面不需要擔心 只要公司都發得出股利 加上營收慢慢回穩 對未來股價走勢都會有幫助 公司目前在走轉型之路 席下有很多品牌持續在經營 或許目前獲利暫時呈現衰退 畢竟轉型都需要付出代價 但相信寶城未來會慢慢步上軌道 以上給有信心與耐心持股的人參考 今天的5分鐘看個股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喔 有你的按讚我們會推出更多的5分鐘看個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以上圖片資訊來自台灣股市資訊網 內容資訊僅供參考並無推薦買賣之意 投資人應自行承擔交易風險